大家好 欢迎收睇期间多面看节目 今天的市场叫做美国宣布了 我们会再向中国的货品加征关税 坏消息出 但好像纯粹看指数 其实港股的跌幅又不是那么大 有隐忧就是成交很小 上星期曾经有一段反弹浪 说成交去过一千亿 但你现在下来 今早要看400亿左右 全日成交应该是700多亿 上不到800亿 那些钱又再走回 很明显新钱没有再流入 流入来 见到市有些不对劳又走回 这个是小隐忧 会对后市有些影响 一会不会和大家分享 还有整个恒生指数的走势 有没有改变 有什么高低话可以做 那些通道又怎么走 有没有股票可以抠下位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首先先说恒生指数 如果大家知道恒生指数走势 会对整个市的看法 会清晰些 容易些去捕捉机会 好了 我们先看看恒生指数的图 如果大家看到恒生指数的图 或者记得恒生指数走势 其实是2月到6月之间 经常都说了 横行市 6月到7月是一个叫做贸易战 跌得最厉害最厉害的情况 去到7月开始 其实恒指的跌幅减慢了 好 看看这图 2月到6月是一个横行通道 这些横行通道高便沽 低便渣 市场不是特别差 但是经历过6月叫做贸易战 杀得最盛起的时候 市场一路一路跌 那段时间什么股都跌 然后跌幅减慢了 开始进入一个叫缓慢下跌的通道 这个通道可不可以博下反弹 勉强都可以的 低位当然了 你博反弹的注码和策略用清楚 就是你要搞清楚策略 因为如果你在低位去博反弹 你要预计就是说 一升不到上来就要走 如果不是 你升了上来落回去 你发觉下一次的位置会比上一次更低 你要看到就是说 如果我大概在8月中这个位置 博反弹的话 升了上去 下来固然好 但是你看到 去到9月 那个低位比上一次更低位 就是你看到就是说 我博反弹博不到就要走 博不到就是走 下一个位何时可以博下反弹 大概 现在的通道底是26,300 如果大概是26,300 或者下个星期左右 26,200 那些位 就博一博反弹 但是也是那句 博不到就要走 因为反弹完上去 如果他真的不是一举声上去 突破下跌通道 之后的位会更低 那就去到26,000 博一博 很多时候 就去到那些位 很准的 几次都是 去到那些位 就有国家队的首映 国家队入市 推回市上去 看着这个位 但是暂时 看到这个市场没有力 那些钱都走 很多股票 其实看到 都散散了 不要博 但是如果你一博到26,200 最理想的情况 可以上去27,800 至28,900 其实都有税位走 但是暂时不要搞 始终都是那样东西 现在港股或恒生指数中下跌通道当中 你去看升 直博率是差点的 反过来 如果可以去到通道底 你去看淡 赢面会高点 暂时近通道底 变成是看淡 未去到高位 不是说真的很大的直博率 去到低位 又未够低 未博反弹 看着先 好了 除此之外 和大家看一下个别股票 但个别股票 我都想画一条线 这条线也是跟开节目 都经常看到我画的 这一天 大概是六月尾的时候 这个就是由整个港股 由急跌变慢跌的时间 我们想看一下 究竟现在这个市 那些不同股票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看到这条线打后 其实恒生指数 都是下跌的 但是下跌的幅度 不是说真的很急 那时由二万九慢慢 缓慢地下跌 越踏越深 越踏越深 叫做跌到二万六千多点 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 跌了二千多点 又不是说真的很大跌 但会令到大家很无忍 拿着股票一路输一路输 但是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好了 看看不同股票 首先看看腾讯 这个股票申报 我用持住 做了对冲 以及收住时间值去坐 这个股票 长线我觉得可以的 有很多人看探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这个股票可以冲出国际 或者值得现在的机会 将来你说这些游戏 手游可以打出国际市场的话 其实什么都可以追 但只不过不是短期内 短期内应该不行 比较长时间 我相信这个股票 好了 这个股票 你会看到 它比较大市 跌幅深一点 斜度是多一点 就是390元 跌到305元 就是叫做跌得多 比市 但是跌幅是很平稳地跌 不是说特别差 但是其实你会看到 下跌趋势 捞不捞货 不捞的 如果有货的 防守为主 老实说高位应该沽了 如果你说不沽的话 现在可以用些期权策略先 就是说回自己也有的 就一直收着钱 当然了 帐面会输大 这只股票坐得起的话 就可以继续用一些方法 保护自己去坐 但你说不是 我不喜欢这些股票 是的 这只股票走差了 你说现在我没有货 的话 不要入住 等它去回一个上升区间 或者起码突破下跌区间 才做 现在腾讯 如果你说真的想去整个股票转势 起码要站得稳 在340元那些位置 现在大概300元 跌到290元 应该会弹一弹 但弹一弹的时候 你可能跌到320 330元 大概330元 你就见到阻力位 你就走一走 但如果升到上去 可以站稳 有机会股票转势 但暂时来说不漂亮 不要碰住 好了 有一只比较漂亮少少的 238 我们要看到恒生指数 如果记得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是一路向下跌 2318 自从8月中见底 其实走势很漂亮 今天有少少消息传出 陆金锁 有人想买它 买少少股份 但你会看到 这些股票OK 会站得稳 市未得的时候 当然好像还未好升得 但通常买股票也是 你找一些股票 就是市跌 它不肯跌的话 到市场回稳 整只股票就会真是向上 爆升都不期 2318 中国平安留意 暂时当然 买它 可能都是磨码磨码 未必现在出击 但如果市有回稳的迹象 或者将来市 你在低位反弹的话 你博市反弹也可以 或者你找一些 市跌的时候 已经不跌的股票 你到市去到可以去到反弹位的时候 2318平安保险可以博一博 到时你说去低位 偷它有反弹的时候 做个Long Call都不期 做个Long Call都可以 Long Call都可以 Long Call的好处就是 贏面可以很大的 有杠杆 但输的时候有限风险 记住就是Long Call 不要一炮太大猪 如果你选择好 选择好 选择好 你可以过关 即是赢了一局 再赢了一局 再赢了一局 回报就好了 小小猪开始玩都可以 平安保险 留意着 不是那么差 另外 看一只939 内银股 其实最近走差了一点 最近走差了一点 之前一直下跌 譬如这只叫做 939建行 6.6之前那些位置 下跌得几实 但上个月都跌 现在看着 股票有少少转差 当然 内银股跌幅不会太大 如果就算你看到 和7月比较 最高都是7.2 7.3 现在下跌到6.3 6.4 跌了两成 不是说跌幅最厉害的股票 但走势来说 当然 你看到平保 会有些憧憬多一点 但939很明显就是托着托着托着 大跌未必会 但你说薄反弹 又未必到它 这只股票 纯粹看一看 原来内银股走势是这样 再看一只 1398 这只之前好少少 最近一转叉了 不断阴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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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阻阻阻阻阻阻 不要搞耐人股 股票未必会大跌 但始终也是 你没有什么原因要买它 好了 看了几只的重磅恒生指数成分股 1299有邦 之前一直走一个横行的区间 跌穿了之后 现在你继续看着它 有邦的股票很有趣 经常高开就阴热 低开就阴热 这段时间都狭热 一阵都高开 每日都阴热 会不会 supreme治好去的区间 我们可可留意着 能否买呢 你可以开始锅铁 就可以示唤一下 最近是64元这oko 可以煤一下 泊完之后 如果短机真是正跟床驯ба上的话 可能可以一点 可以在下个月头 大概 到68至70块块 但留意着 如果这些股票 如果现在想买到ionic4那边 哪些先开始买的话 跌穿坏 一元就要走一走 如果跌穿了一元 就是告訴你整個上升區間完了 那你就用幾元去搏搏 這隻股票搏搏都可以的 但記住這隻股票通常有些很有趣的東西 高開就要斟足 低開楊竹 低開的話你就在開市的時候買 高開的話不要搞住 你寧願撐低線去買 1299友邦 友邦這隻股票 現在已經是全恆生指數成分股的第三大成分股 對恆子的走勢也有很大影響 留意100005匯控 匯控的走勢 你會見到跟耐銀股都差不多 之前一直叫做都要站穩 8月底開始跌 跌了小反彈 都是大不起 站不穩 沒什麼特別的看 但大家看到騰訊走勢不好 匯控走勢一般 939健行走勢又一般 叫做友邦最近叫做好跌那麼多 但四隻最大權創股都不是走勢 走得那麼漂亮的時候 其實市場的股額都很大 如果到低位有個反彈 不出奇的 但駁這個反彈 記住就是駁反彈 最好用有限風險的方法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一個反彈 即是可以的就繼續坐 不行的話就要走 因為駁完反彈 如果反彈在高位 看到阻力下來的時候 它再回跌 通常都會再穿底 你在一個下跌區間的走勢 恆生指數 總的下跌區間的走勢 你去駁反彈 你預算贏面會少低 除非你看位置看得準 否則 我不想駁反彈 行不行 我想等市場好再買 都可以的 有朋友 其實早兩個月都走貨 清倉了 現在拿著了 市場還沒好 不用特別入住 但如果市場到時一號 你的心態調整好 到時市場 例如大家看到 剛才幾隻股票 例如追打權重股 不是 逐漸開始突破 之前的下跌通道 開始越站越穩 有機會整個市場可以見底 暫時不是 但你說今年內有沒有機會 整個廣告可以見底回升 我覺得有少許機會 但當然暫時這一刻還是太早下定論 你還要看個別股票的走勢 會不會改善 如果越來多股票 可以逆市上升 我們看到 整個市場有很多壞消息 但壞消息一路出都好 有些股票開始不太跟跌 還向上穩步上升 這些就是牛市一騎即將 現在有那麼多股票可以做到 但未夠的 如果越來越多股票 又或者我們會見到 整個大市的資金開始慢慢增加 不是再六七百億成交 慢慢八百億九百億成交 可以站穩慢慢增加 市場就會看得多 今次的時間到這裏 下一節再和大家分享 多一點股票走勢 歡迎回來其中多面太節目 上一節和大家分享的市場 其實市場 如果看到資金還未流入 其實走勢都不太好 是很有趣的 當那些錢流回 所有盤路都會變成帥氣 選美股 如果有看另外 美股米資連接 你會見到 選了股票都會升 因為市場好 你超賣股票 你不可以完全不理市場 市場好 你加上一些方法 加上通道 比如Visa 你放在那裏 根本你不用煩 你一路開到那裏 說了兩個多月 不斷說可以設置指洩位 其實你見到指洩位 用都不用用 一路上了 Adobe也是 但港股的問題就是 你整個市場沒有錢入 沒有錢入的股票 很多會呈現一個 少少肉酸的下跌趨勢 暫時看下去 好像最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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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急地的情況已經過去 你會看到 就算連特朗普最近加徵關稅 其實市場都不是跌得特別厲害 但始終就是 你沒有錢都沒得說 沒有錢的市場 就算不大跌也好 你想賺錢的話 其實都很難 變了就是說 現在這個市場 手好過工 但當你的錢入回來的時候 整個市場都不同了 到時就要把握機會 好了 再看多些板塊股票 這隻畫面上面 27號賭股 賭股先排 很慘很慘很慘 一路都差了 其實各個走勢 27號銀行娛樂 所以股票想拉長一點 給大家看看 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是甚麼呢 現在拉得很長 大概由2011年開始 到現在的走勢 過了7年的走勢 你要看一件事就是 升起來就一路上升 它可以連續升兩三年 跌的話 那時都是由2014年左右 2014年頭 現在又呈現跌勢 這隻股票玩法很簡單 跌勢不要搞它住 上升勢才去買 不知道它甚麼時候見底 但賭股很有趣 尤其是銀行娛樂 這隻股票 升就一氣過升 跌就一氣過跌 不要搞它住 最近有個小反彈 但是這小反彈 同一個叫做上升趨勢 兩馬子的事 沒有落形做到上升趨勢 你寧願等它升回順利才進去 還可以 兩個好處 第一就是升回順利才進去 這隻股票通常就是 一升回順利便可以繼續升 第二就是 萬一它升回順利 萬一它跌回來了 其實位置很容易看 如果這個走勢一路向上 可以一路橫行 即不是橫行 一路向上升兩個多月左右 近年尾 不是 賭股開始回亂 消息開始好了 股價跟著好消息 一路站穩的時候 那時候就出擊買 這隻股票去到市場好時 是穩陣的 穩陣派股票 值得撓的 但是現在這一刻太早了 不要搞它 這隻是0027銀河娛樂 看看同業的板塊 1928 看看金沙 金沙其實走勢比銀河娛樂漂亮少少 你會看到最近的升勢有力一點 但是都是那句 叫做整個賭股的氣候都是的 跌就一氣過跌 未完全可以脫離下跌區間 如果能夠脫離 我會開始搏一下 但是現在都呈現下跌區間 你上到大概36元 照計那個阻力都不小 不要搞它 再看多一隻 看完這隻金沙 看一一二八 永里 永里也是 其實走勢都相當一致 就是下跌區間 一路跌一路跌 不要搞它住了 但是到它一上回來 譬如 你看到就是永里可以上21元 剛才的金沙可以上40元樓上 連隻銀河娛樂 叫做近期比較差 可以踩上50元 變50元 59元 60元那些位置 站得穩的話 整個賭股告訴你 開始的勢頭可能好轉 到時才搏 但是現在不要搞它住 應該還會有得跌 好了 看過叫了好少少的百分塊 水泥股 其實水泥股叫做不是很重災區 你會看到之前一路一路升一路升 升到去 根本上去到6月沒有辦法 6月那時候 其實什麼股票都跌了 那天貿易戰打得最重要 好了 之後踩上來 是最近才跌穿區間 這隻股票最遲跌穿區間 其實已經是很厲害 只不過事實就太差 不要搞了 最近跌穿區間 跌穿區間 照計都炸走了 有貨到 但是之前應該都說走了 始終港股整個走勢太弱 沒有錢入 但是如果到時 你見不到港股有錢入 它可以站上上升區間 連著一路上的話 就繼續搏著它 這隻股票暫時不要碰了 因為不是股票的問題 是整個市一般的問題 所以就留意住 但是有一隻股票 反而港股差對它影響會比較小 這隻股票其實如果喜歡的話 都可以搏 這隻是什麼呢 長和 長和 我們看到過去兩三年 開始業務由中國退走 當然了 成功的時候說沒有走資沒有走資 但很明顯地業務由中國退走 現在它叫做多好多就是投資一些香港 或者中國地區意外業務 變了慢慢形成一隻 幾穩就是公共股 其實如果我們看環球股市 其實最慘的是中港股股市 美國仍是升得很厲害 歐洲都不是說香港那麼差 很明顯地如果你脫離到香港和歐洲的市場的話 其實這隻股票的走勢有機會是逆絕港股而升 開始呈現上升區間 反而長和可以後退 當然這隻股票不會升得太快 但後退的股票 如果現在買得不可以都可以 90元邊買89元其實可以拿一拿 如果跌穿84元便走 在這條區間低位少少 留幾個%的位置 你90元買85元走 其實5%左右的位置 差不多就可以了 留5%的預留不浮位置去止蝕的話 現在可以開始搏 上升的當然幅度未必會太急 如果跟區間走的話 可能下個月可以上到96-97元那些位置 你當甚麼都搏幾% 當然長和慢慢變成公用股 但我們看到的就是 接下來這個機會 他慢慢將業務開始退 未必將業務分炒到第二個地方上市 他和香港股市的關係關聯性 好像有些黑異地 管理層的黑異地 想將長和和和香港的股市的關聯性減低 業務不關香港不關中國 開始有少少業務說會遷冊 又會遷冊倫敦 遷冊其他地方 看著股票 但開始不同港股的關係減低 股價走勢是OK的 好了 舊鎮時長和 做地產多些 現在開始都未必是 但看回本地地產股 其實是一般 你會看到16號仔 新鴻基 其實都沒有那麼漂亮 差很遠 都是下跌趨勢 都不搞住了 看多幾隻叫做本地地產股 83號稍微好一點 但當然都是橫行上落區間 你要買它就低一點 去駁一下 12個半留下就試駁 駁完之後就看能不能上13個多 這隻就炒Range 長時間都走Range 基本上上年8月到現在 市場呈現下跌勢 你這隻83號都可以炒Range 那不難玩的 這隻股票去到12個多就駁一下 去到13個多14元就走一下 大概一成的Range 這個走勢 基本上可能要用正股去玩 Long Kong未必贏得太多 或者叫做什麼 駁一下一點 拿正股 叫做高沽低渣 另外一隻 17號仔 這隻就走失了 開始下跌了下跌區間 信和就可以站得穩 新世界發展開始走失了 這隻要小心點 如果之前大家有玩過 這隻有時很喜歡玩的 因為期權價都開得算是挺漂亮 但走失了的時候 反而高位 你就開始看一些做淡的方法 但整體叫做83號 如果你說本地地產股 信和叫做得挺好的 但你看到16、17號 新鴻基金和新世界發展 都是向下的 那就小心點 好了 還有沒有股票底 講開地產 看看行榮地產 行榮地產 其實走勢 都是一般的 都是向下的 你看到本地地產股 尤其是你說 叫做現在美國做一個加息休期 樓市其實有少少隱憂 變成本地產股 你看到這條散貨 暫時賣的 賣得挺好 但整體那個走勢 都不是說真的好 都要小心點 看看收租股 14號欺審都開始向下 有機會就是整個市道 或者那些商店的股值 都開始下調 其實欺審 叫做之前一路走得很漂亮 它跌都是7月打後才跌 但明顯地 和之前的走勢開始背遲 另外我會有少少擔心 一個零售市道 一個就是 整個叫做物業價格的股值 留意著小心點 如果連一些收租股都開始走失 開始跌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緊一點點的股票 好了 看回一些穩陣派的股票 今天收尾 823還是漂亮的 823還是漂亮的 這隻零展 還是呈現上升區間 你會看到有少少 其實跌了少少 差一點點 如果大家拿著的話 設定止蝕位 如果你跌穿的73.5這些位置 之前的低位 大概都是區間 樓下5%左右 那些位置就要開始 就有機會連823都轉勢 暫時叫做有少少少 訊號 給大家聽 拍不到上升區間 現在要走一半 可以嗎 都可以 如果這隻股票都走失了 整個市場可能會有些轉變 看看是叫做資金 由一些穩陣的股票流走 還是整個市場會越轉越差 但是純粹說823 差一點點 大家要開始留意著 之前一直覺得很穩陣的股票 如果你由區間的話 容易看到究竟 這些股票的走勢 823有少少隱憂 但是 中電仍然強勁 中電很簡單 你畫一個區間 它仍然是一個區間 很帥氣很帥氣很帥氣 6月中的時候 叫做貿易戰打到香港最慘的時間 這隻股票跌了少少之後 就開始升勢加速 如果真是想搏的 92元仍然可以買少少 搏它有沒有機會變紅底股 絕對不出奇變紅底股 它跟823有些不同 823可以跌來了 但是這隻股票還可以站得穩 這隻股票比823好 再看看這隻 0003 0003 走勢就要平穩一點點 你看到開始由上升變成橫行 走勢也開始差一點點 變相就是說 好像中電站在穩 但是一些穩固的股票 開始資金都停止流入 這個未必是好事 要留意一下它 留意一下可能是資金流出來 亦都是可能繼續 叫做連這些最穩定的股票 升到差不多了 去到股值都 大家算了 不玩了 可能會令到港股越來越悶 但怎樣說都好 如果純粹又是說三號仔 其實走勢投資價值 和之前比價都差一點點 我知道有些朋友都拿著這隻 開始如果它的跌幅 開始多一點點 開始考慮食糊 通常買這些股票都不會輸錢 都有錢賺的 都恭喜大家 但是走勢可以差 二號仔中電還可以 但是三號煤氣和八二三領戰 差一點點 都開始留意著 暫時整體來說 整個市港股還沒得 希望這幾個月可以得 如果得的話 大家留意幾件事 第一 如果真的出牛市一期 不會整個市升 不會很覺眼的 整個市可能還是很弱 你會見到外面整體大市 大家的評論都會比較差 但是有些股票會開始可以中長線逆次上升 以及成績增加 我們就可以留意著 但整體來說 現在未是真的可以撈股票 留意著通道 28,100為高 26,300為低 26,300可以博一博的反彈 不到位的 或者反彈不能上升 就要看位置走 去到28,100那些位 就可以用有限風險的方法做淡 適合期權 如果適合得多一點策略的變化的話 你再看位置做好做淡 成功率也會高很多 今天分享到這裡 下星期再和大家看一次公表